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们本周还是继续讲以佛手术 今天是第61次讲了 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 我们今天本来上次在节目当中说了 我们要讲开始讲属灵的军装 但是我看了经文以后 我读了经文几次以后 发觉我们还有一点 在上次没有讲 很尽兴地把它讲出来 我们上次讲到说以佛手术六章 就是八九两节 八九两节的话 主要是讲主人跟奴仆的关系 当然这里头很清楚的 也就告诉我们是 我们天上的主跟我们的关系 那在这里头 我们上次把这些基本的关系讲出来 表面的经文的意思讲出来 但是还有一层意思 我们没有解释 今天我们就来解释 那各位看到我今天穿的衣服也多了一点 然后我的声音也更的富有磁性 所以可能你们听不太清楚 那是因为上次我就讲了 其实我们上礼拜已经伤疯了 伤到疯 那么就是很感谢主 在上次录影的时候 那一小时真的是听不太出来 很特别的情况 本来是很严重 早上还蛮严重的 到录影前就开始好起来 录完影以后 直到录影的最后 大家已经听出来 就是声音就已经不好了 那这个礼拜呢 过来过去整个礼拜 我就一直伤风感冒 就跟你们一样 大家都一样 流鼻涕啊打碰涕这样子 然后到这个礼拜呢 你们还可以听出来 我还有声音很富有磁性 那感谢主 上礼拜录影录的还蛮成功的 我们这次也向主祷告 希望主能够让我们这一小时 能够平平安安的过去 能够录出高品质的节目出来 那好 我现在就把这个第六章 我们先讲这个第八九节 如果应该是有时间 我们再继续从第十节下去 把鼠林的金庄 也开始在这一期节目中 给他讲清楚 那好 我们现在就把经文打在荧幕上 我们要念的经文是 先念八九两节 以佛所书六章第八节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 代仆人也是义礼 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 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并不骗待人 保罗在这里 虽然讲的是主人跟奴仆的关系 也讲了很清楚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主人 应该怎么样做仆人 我们做事的时候 不论是自主的或是为奴的 都要好好的做事 因为你必按照 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其实这里两绝经文当中 有一个原则贯穿在其中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 我们按照主的心意 do good 做他的事情 做他所认为的好事 我们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然后最后一句 他并不骗待人 就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地上 我们相信什么呢 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在地上 按遵行按照主的旨意做事 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 好 就是因为说我们相信 我们最后必得主的赏赐 对不对 你们今天按照主的旨意生活以后 将来必得主的赏赐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非常非常核心的地方 他并因为他不偏待人 你今天如果说做事 是纯粹为了自己 你没有为 按照主的心意为主做事 也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 爱护你的弟兄姐妹 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 说我们彼此相爱 爱主我们的神 一般来说到 我们说我们爱主 爱主 都是嘴上说说 嘴上说说很容易 嘴上说很 就是说 任何每一个基督徒 在说爱主的时候 都很容易 我们嘴上说说嘛 可是真正要实行出来的时候呢 真正要按照主的心意 做事的时候呢 很多人推三主事 也就是说 没有真的做出来 我们在地上 当然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有一位主在天上 这我们是知道的 可是那个日子 还离我们很遥远 于是呢 我们就没有想那么多 我们很少人去真的遵照主的心意去做事 结果呢 到了最后 最后怎么样呢 你会看到有些人得主的赏赐 但是自己可能并没有 这个就很吃亏了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地上 我们如果在地上就开始按照主的心意过生活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表面很吃亏 是不是 你今天要去爱护弟兄姐妹 其实一个教会里大部分的这个 比如说你有100 200人 其实能够真正从事 真正按照主的旨意 从事侍奉 去帮助弟兄姐妹的 大概就是十分之一 真的 基督徒 是不是这样子是十一奉献的意思呢 我不知道 但是教会的工作 教会真正的里头所要运作的工作 大部分是10%的人在做 另外90%的人是享受别人的服事 这是一个今天教会很可悲的现象 为什么 那这10%的人呢 在这边做事情 你是不是觉得他很可怜 好像说他们好傻 他们把这个事情的奉献算很多 你说牧师传道 他领教会的薪水 那还有道理 当然牧师传道的薪水 一般来讲是很少的 比如说在我们戏谷 我们今天出去做工程师 随便一个人领个薪水 可能可以养 五六个牧师传道 都非常有可能 这好 就是五六倍 他们领个薪水是很少的 但是呢 那些做志工的弟兄姐妹 好像看起来就更傻了 做执事 做长老 教会不会给他们薪水 可是他们常常去关怀人家 常常去探访 常常打电话 花的是自己的时间 是不是 花自己的时间去做探访 做这些工作 教会没有给他们薪水 不给的 或是说这些 我们教会里常常很多志愿的同工 你说每天准备场地 准备这些 如果还有这个 这个爱宴或说有些点心的话 都是这些弟兄姐妹在准备的 有的教会给薪水 但有的要给的话也是很少 大部分的教会就是请人家在做志愿工作 那他们在表面上怎么样呢 看起来很吃亏了 很少有很多好处的 好处在哪里呢 没有 他们我们今天 但是我们今天却有这么多热心的弟兄姐妹 愿意这样付出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知道 我们今天在地上 不论做什么 我们在不要看眼前 我们俩要看主的心意 我们为了得着天上的赏识 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 好 我希望我们 我的观论者 我的这个听众 我听到我们这个讲道以后 你今天要有一个概念 要实实在在的知道 真的基督徒 90%的基督徒是受人家服侍的 只有10%不到的基督徒会出来 开始真正遵行主的旨意 开始服侍别人 这个服侍当然有各种原因 但是你今天如果真的是因为明白主的旨意来做事的话 那你将来是必得赏赐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希伯来书有一句经文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11章6节的经文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就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这句经文 他为什么有名 因为他解释了什么是信 你必须要有信才能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信神是非常重要 可是后半段也一样同样重要 我们相信是我们相信有神 对不对 必须相信有神 并且相信他是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这个在里面就隐藏了神公义的这个道理 神真的是在这里公义的 他是真实存在的 他不但是存在 而且我们到他面前 我们必须要经过信 我们如果没有信的话 就不能到他的面前来 而且我们要来到他面前的人 我们也知道 他是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什么叫寻求他的人 就是说我要追求他的心意 我要追求他想要做的 我去做这些事情 那就是寻求他的人 神会赏赐这些人 所以我们在地上 如果我们常常是为自己而活 我们是为自己的好处而活 我们同样在教会 大家门一开进去 敬拜再美主 这谁都可以 对不对 可是在教会开门之前 你在里面去 要布置 教会完了以后 要收拾烂摊子 有人要去知道说 这个弟兄姐妹又软弱的 教会礼拜天结束以后 礼拜一到礼拜五 礼拜六 还有人打电话 做探访 关心别人灵命 请问各位弟兄姐妹 你以前有做过吗 你以前有说 除了跟教会 你这一两个 跟你还不错的好朋友之外 你有去关心 主动关心其他的人吗 或说有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个同工会议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那些愿意去做关怀的同工 他所关怀的人 不是他所认识的 是因为为什么呢 他来到这边 开同工会议 从牧师那边 领到一个名单 说你这礼拜 能不能去 麻烦你们去 关怀这两位 或是关怀这三位 那他们领到这个名单 他们就去做关怀的工作 很多时候是默默做的 我们在教会也没有说 每个主日 把这些事情念出来 我们就看到说 牧师好像好像知道 很多弟兄姐妹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有这些关怀的同工 这些关怀的同工 出去关怀了以后 把情况回报给牧师 我们就说祷告 你在纪念这些 受关怀的 这些工作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请问你 你今天做了吗 你们今天来听道 是为了明白道理 那我今天就把这个道理 讲给你听 你们今天 我们在基督教的核心信仰里面 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 我们要寻求主的旨意 做他认为好的事 我们也并且要相信 他是会赏赐寻求他的人 最后他不偏待人 我们所做的 不会是白白做的 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好 我们现在回到以弗所书 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 到底讲了什么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以弗所书 整个讲的过程 以弗所书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介绍我们认识神 是不是 前面花了整整三章以上的经文 告诉我们 什么是神 什么是信 什么是救恩 我们如何得救 这些事情在前面三章 讲了很多 然后第四章一开始 就开始 开始有所改变 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 因为神是圣洁的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他的 讨他喜悦的事情 因为是怎么样 我们在基督徒在地上 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被光照 我们要醒过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在黑暗当中 行 光明所绝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公义成实 并且我们要查验 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 这个就是光明 是不是主把 我们把这些事情 都讲了出来 然后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 我们在地上 应该如何过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 之后呢 我们讲到哪里 我们讲到我们的家庭 对不对 从夫妻开始 从夫妻开始讲我们的家庭 我们要 妻子要顺服丈夫 然后呢 我们说我们在这个教讲子女 然后之后讲了一些 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地上 我们家庭社会当中的责任 对不对 讲到这个 主与仆的关系 这些听起来好像是一些道德的事情 我们在地上 好像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如何过生活 这些都是道德的事情 有些在 比如说佛教里面有讲 佛教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去做坏事 对不对 儒家里面讲说 我们要做君子 我们要 什么事该怎么做 儒家把很多事情 讲得清清楚楚 我们中庸之道 我们不要去做 伤天害理的事 我们要去做 这个帮助人士 帮助我们同样 同在一个社会里面的人 做尽我们的社会责任 这个就是地上很多的教育 或说教导 或是一些其他的信仰 所做的事情 他告诉我们这些 于是我们就要去做 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教导 可是真的是这样就够了吗 基督徒是不是也是 也是和他们一样 我们把这些做了就可以了 我们敬拜赞美神 前面开始讲神 我们敬拜赞美神 然后呢 然后你把这个 你把自己的小家管好 儿女管好 社会责任敬好 哎呀 然后我们就专心等待神 再来吧 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所处在的一个世界 是一个非常真实且完整的世界 从神创造伊甸园 从不要这样 伊甸园更早前 神创造天地 然后造人 人这时候有伊甸园 我们到时候犯罪 可是在里面 到这里 到我们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一件 这是很真实很真实心 我们虽然不知道 我们虽然我们的心眼是瞎的 但是我们所在的世界 是一个有灵 有灵界所同在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不能看到灵界 但是灵界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呢 从第十节开始以后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属灵的军装 为什么要有属灵的军装呢 因为除了神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一群天使 他是堕落的天使存在 堕落的天使就是我们所说的 撒旦及其他 追随他的这些仆役存在 这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 我们不知道 我们除了看到这个圣经的启示之后 我们就发觉原来真的有这样子 那我们实际上去对照 就发觉为什么有些时候 在当时 圣经时代 很多人被鬼所复 这是很真实存在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我们看到有这样郑洁 这样捷运杀人亡 他就是无差别杀人 台湾还有一个电视剧说是 我们与恶的距离 为什么有些人有心这么坏 心坏的一个程度 到甚至虐待人 虐待小孩 虐待小动物 这些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头有一个真实 一个魔鬼的存在 所以会产生这样很多很多 我们有的时候社会上 把他喜欢 把他解释成精神疾病 我们对于我们不能知道的事情 我们常常就是 我们寻找一个解释 解释找到以后呢 我们就安心了 觉得就是那样的 但其实不然 其实在这里面有个真实的灵界的存在 佛教之所以 在昌行 或说我们看很多其他的宗教 像那个道教 因为有些人 他们足够敏感的情况下 他们也发觉有一个灵界的存在 然后就借这个灵界做了很多解释 但是那些解释 你们要注意 那些解释都是从人而来的解释 人可以解释这些事情 但他们想出来的解释呢 可好像可以自圆其说 但是其实并不是真的 那唯有圣经 明明白白的把天地怎么样被神所造 人是怎么样被神所造 并且开始预言后面的事情 耶稣基督要来成为人的拯救 要不然我们人被造 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永远被压制 那不是很无奈吗 然后最后的解释 解释到什么呢 解释到我们人类的归宿在哪里 我们是 万有是什么 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我们是本来是从他所来的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运行的时候 也是由他的这个旨意在做支撑的 最后我们要归于他 我们要归向他 我们要为他所用 然后世界的终结终点是在哪里 圣经把这些事情一个一个都讲得很清楚 那也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 对我们有害的危害的 在世界上 如果说是 为什么人今天是这么悖逆呢 从开始那个蛇引诱了夏娃 是不是 然后在现在呢 为什么世界这么邪恶 很多坏事情发生 因为呢 在地上执政掌权的是魔鬼 我不是说这个统治者啦 像总统蔡英文什么这些 不是 我不是讲这个事情 是说这些地上的王 他们背后 我们自己人 地上的王的背后 还有一个灵界的掌管者 他掌管这世界 因为他掌管的世界 所以这世界变得这么糟糕 有很多彼此相仇恨啊 彼此相杀啦 国与国之间会产生战争 这些事情 都有撒旦的意思在里面 那神最后要怎么样拯救我们呢 要带来一个新天新地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讲的 那今天我们讲说 好 我们今天 我们知道神圣洁了 我们知道我们 我们个人该怎么做 我们不要去做这些坏的事情 那我们怎么照顾好我们的家庭 怎么样尽我们在社会里的责任 除掉这些之外 人还可以做什么 人要提防 属灵来的这些 撒旦魔鬼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呢 就开始这段 这个阶段的讲经 以佛数书你看 就是从前面到后面 一段一段的前进来 到最后 这个讲到这个 虽然我们说这些经文 是属灵的军装 但是其实 它告诉我们 灵界的可怕 灵界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要怎么样预防 那今天我们来念的经文呢 就是以佛所书的六章 我们从第十节一直念到二十节 就是把第六章给念完了 那如果到我们讲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以佛所书讲完了 感谢赞美主 那好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经文 打到荧幕上 以后为大家来念 我们从以佛所书六章十节开始念起 第十节 我还有未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以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我们并不是以 属血器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十三节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境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十六节 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十九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做了戴锁链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境的本分 放胆讲论 阿们感谢赞美祖 喉咙开始不太好了 希望今天能讲得完 这里就讲了 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 他说他是未了的话 为什么 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 他基本上告诉我们怎么样 应该在地上做一个基督徒 然后在这里 这点很重要 我们要倚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去做刚强的人 因为以佛所书前面所讲的东西 自私是不是很容易做到呢 不是的 我们必须要做个刚强的人 我们否则在这世界上 很容易随魄逐流 因为人最容易做的就是什么 就是雇自己 就是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我们可以去伤害别的人 对不对 我们本来这个世界上 我们看到大自然说 我们看到弱肉强食 所以我们竞争 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 我们还彼此竞争 对不对 在老板中 在公司里面 老板眼中哪一个是好员工 哪一个可以得到升职加薪 公司所赚的钱就这么多 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钱下来 老板给他加薪还是给我加薪呢 然后大家公平 一人一半 然后觉得说不好 我应该多加一点 部门十个人 如果大家的家庭全部放在我身上 那我就加很多了 如果说平均大家每个人都只有十分之一 是不是 所以我们会有这种想法 我们说我们想要多得一点 想要多得一点 别人就要少得一点 那你怎么办呢 大家觉得应该的嘛 因为我是 就是有人基督徒来讲说 因为我是基督徒 神应该要祝福我的 没办法 这个就是这世界的实况 资源有限 大家在彼此竞争 跟神要我们去爱神之外 要彼此相爱 去爱人 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很多时候你说你做仆人的 要顺服 要敬畏主 要顺服 对不对 那你说在公司里面 我们要顺服当掌权者 老板是掌权者 我们要顺服他 但是你真的做员工 就说你顺服 你就顺服 很容易吗 不对 我们充满了种种的私人的算盘 老板今天不在 跟老板交代了事情 老板但是今天不在 那怎么办 我是好好的做呢 我还是偷鸡摸鱼的做呢 我是这个自己打点小算盘呢 还是说 我又把这个自己的私事 带到办公室来做呢 这些事情都我们很容易就想到 所以我们在地上 真的要做到主所说的 别人打你一巴掌 我还打我左边 我右边还可以考虑给他打 别人要我背东西 帮忙他一里路 我主动帮忙他第二里路 这些事情都不是容易做到的 主已经告诉我们了 主告诉我们要圣洁 对不对 尤其讲到圣洁的部分 圣洁就是 其实 虽然说我们新约圣经讲了 不是说你什么事不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但是你今天讲到圣洁的时候 很多我们在私欲里头 想要去做的事情 比如说奸淫 污秽的事情 贪婪的事情 这些事情 告诉你说你要圣洁的时候 这些事情你想都不可想 提都不可以提 才有圣徒的体统 是不是 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了 我们能做到吗 我们方便做到吗 这不是方便的事情 很多事情你必须要 时时刻刻的警醒 时时刻刻的思想 我们今天 主所说的话是什么 主要维持圣洁 我们要做到这些 我们不要误会 不要贪婪 不要淫荡 做这些事情 不要犯建议 这些事情我们都告诉我们要做 但是我们真正要做到 当我们遇上诱惑的时候 有小便宜可占 你占不占 有出轨的机会 这个不用付代价的出轨的机会 你做不做 你有个cheating的机会 cheat on your spouse 你做不做 应该是没有代价 不用付代价的 你做不做 告诉你 基督的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依靠他 我们要依靠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你不要相信那些魔鬼的谎言 魔鬼告诉你说 你不用付代价 但是往往的这些不要付代价 最后所付的代价都很大 有人告诉你说 有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该给谁 所以我们给你 电话打过来 告诉你说 我们今天有一批货 或是有多少钱 一笔钱存在我们银行里 这应该是给谁的 可是那个人找不到 所以呢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说就给你吧 但是你要付他一点钱 手续费什么什么 你跟他讲 或是说 我跟他二一天作物 把他钱给吞了 一个是银行行员 一个是你当做他的顾客 很多人真的 这个听不出来 那是电话诈骗吗 现在我这样讲的时候 你们当然狠听得出来 是电话诈骗 但是当人家巧舌如簧的时候 讲出来的时候 好像这个是真的有这笔钱 真的是没有人要领 真的是我们可以二一天作物 把他给分了 结果呢 就是你看 你今天不但是付了代价 你花了时间 最后你惹了一身的烦恼 所以按照我们基督教的要求 按照主给我们的训事 其实我们要做刚强的人 我们不要为那些所骗 如果你今天没有心里 没有那个贪欲 你就不会去做那些措施 如果你今天不是存了这个淫荡的 这种淫乱的私心 你就不会在你的婚姻之外再出轨 即使这些事情 看起来好像是你不用付代价 但其实常常有的时候 不要付代价 最后所付出的代价 真是最大最大的 所以千万不要做那些事情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 十一节就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轨迹 很多事情是魔鬼的轨迹 魔鬼的轨迹 既然是轨迹 他就不会告诉你 他真实的情况是怎样 他就用谎言来欺骗你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世界 是什么样的世界呢 十二节最后说 他说 因为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 这幽暗世界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为什么 我们刚刚前面也讲过 这个世界是被恶魔 这是魔鬼所管制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上面有政府 政府后面总统 民选民意代表 但其实这一切的一切的后面 我们有知道 最高之处有神掌权 在神与我们之间 有魔鬼在这里掌权 为什么他们是魔鬼呢 就是撒旦是怎么来的 撒旦本来就是掌管这些地的天使 很不幸的 因为天使他自己要想 想要享受人的敬拜 他想要与神的儿子平等 因此他被推下来 他成了撒旦 但是他在这个 我们所居的这块地上 虽然被从高峰上被推下来 他在中间 还是在这个天空上 属灵器的地方 他在掌权 所以他对这个世界 有很大的控制能力 我们今天就活在这个世界里 而且大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他的控制地下 所以我们所谓的 我们信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 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呢 因为这个世界就已经败坏了 我们必须分别为圣 我们才能到主的面前 你看这个世界的败坏 不是从我们才开始 我们说亚当犯了一个罪 没错 亚当犯了一个罪 就被阻出伊甸园 之后他的儿子 亚伯又死 亚伯又被该隐所杀 所以之后就有什么 谋杀案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坏的开始 很坏 亚当下来过了几千年 到了罗亚这个时代 这个全地都败坏 圣经上告诉我们 全地都在败坏 很糟糕 糟糕到一个程度 必须要用 神必须要用大洪水 来毁灭这个世界 为什么 因为全地都在魔鬼控制之下 这些人在那时候行淫乱的 杀人的 愤怒的 恼恨的 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 我们也许在对于这个 罗亚时代的世界是怎么一情况 我们并不清楚明白 但是你看 他们说 正经上讲说 当时我们就知道 在地上 所多罗马 俄摩拉这两个大臣 是和罗亚那个时代很相似 那罗亚那个时代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在这个地上 这所多玛俄摩拉的 这两个大臣 当时有两个天使 进入所多玛俄摩拉 因为长得俊美 旧人想要拉住他们 在街上行淫 之后呢 罗德把他救进里头 他们居然还不放过他们 围着这个房子 要想要把他们 一定要叫罗德把他们叫出来 你看看 这个世界败坏到一个什么程度 所以最后 神不得已 又要用这个硫磺火 把所多玛克 俄摩拉给毁坏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世界败坏的原因 世界是一直败坏的 从亚当犯罪以后 就一直败坏 后来虽然有摩西 神界的摩西 搬下律法 律法在这个人间 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 这个世界 本心仍然是败坏的 为什么 因为你律法 照顾不到的地方 人就开始作乱 人就开始做坏事 我们有律法 我们管住了一些 但如果没有律法管的地方呢 还是随着我们本心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 虽然按着律法行 但是我们的本心 我们的本相 所想的事情 不是跟律法行为 是律法所规范的行为 相违背的 是我们不愿意做的 我们去做的 这个就是 今天社会所在的真实情况 说真的 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你看看 我们社会已经肯败坏 同性恋 同性恋 不但说 他们自己在底下 恋就算 还要再争取一个权利 有的时候 你看看争取的权利 就已经过头了 会不会有人将来有一天 欧客说 我要跟一只狗结婚呢 我要跟一个羊结婚呢 我如果要跟我的这个 儿女结婚 可不可以呢 这些事情 我们想想看 都是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 在这个 索多玛尔摩拉 或者在挪亚时代 恐怕情况就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是不是走在一个 这个 一个社会 是不是走在一个堕落的里面 我们要常常要思考这些事情 但是今天 很可能是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 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人 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 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事 我们 那是不是 我们只要这样想 说我们今天属上帝的 我们今天属神的 魔鬼就自动 把我们划分开来 你们是这些属神的 那这些世人是属我的 那我继续控制世人 那我就不管你们了 是不是这样 很可惜 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运行 当你今天说 我属基督的 我是信神的 魔鬼你不要来干扰我们 但结果情况呢 结果这样的情况 魔鬼就反而认为 你是更有价值的目标 魔鬼啊 以这个 让基督徒跌倒为他的 为荣 真的 魔鬼特别喜欢看基督徒跌倒 如果他能把一个牧师或传道 让他跌倒的话 他更高兴 所以我们今天看 这个魔鬼 善与恶的争战 是正在这个世界进行的 如果他能够证明说 你看你们这个人 因为牧师是假冒为善 自己在平常在教会里教育 怎样 大家要圣洁圣洁圣洁 最后自己出轨 婚外情 或是行奸淫 那他这可高兴 就想办法 用他的力量大肆宣传 所以如果牧师或外情 牧师犯奸淫 那他们这个 这个世界 很多世界上 媒体的大肆报道 就把那些报道出来 好像就打了耶稣基督一巴掌一样 所以 我们今天为什么在地上 要穿属灵的军装 因为就是有这些事情的存在 所以我们要 依靠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那我们身为人 是知道 我们人还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的 那魔鬼是在这世界上 做王掌权的 我们又要怕他呢 我们要怕他 我们要知道 真的他是存在的 我们不要被他所害 但是我们又不要怕他 我只怎么讲呢 我们又不要怕他 又要怕他 要怕他因为他可以害我们 我们不要怕他呢 是因为我们有 主所赐的一些武器 我们足以抵挡他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可以抵挡这些的 我们不是一个纯粹的被害者 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是那种迷失的 没有牧羊人的看管 不是的 在这世界上 我们不但是有牧羊人的看管 牧羊人是活生生的存在 而且他也给我们武器 他让我们能够抵挡这个魔鬼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说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但这件事情是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穿戴那个神所赐 全副军装 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做基督徒 神就派天使天君环绕我们 保护我们 不是这样子 我在教会里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 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神就 我们祷告 神就派天使天君保护我们 围绕我们 使那魔鬼不能侵害我们 有没有这种祷告呢 有 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有效呢 有的时候会有效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见的例子是说 魔鬼会跟上帝complain 他说你们这些人 就像他讲约伯的时候 为什么约伯信你呢 因为你把他在他周围 把他保护得好好的 让他在里面衣食无忧 又不受到危害 他这样当然信你 是不是 结果神应允的魔鬼什么呢 神应允的撒旦说 好 你可以把他这个保护挪掉 看看他信不信我们 这个就是约伯记里讲的事情 很可怕 他的十个儿女 在一戏之间就死了 他的这个羊群 他的这些财富 就失去了 所以我们在地上呢 我们不能只靠 永远只靠神的保护 神没有应许天色常来 有的时候神又借着 这个撒旦的攻击 来强化我们信心 使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强 这个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必须 神既然吃了武器 吃了话语给我们 我们这个军装 我们要自己去做刚强的人 你们要靠的主 是 我们是靠的主 被靠的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这是依赖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 他有大能大力 我们没有 但是你要自己做刚强的人 这个是一个动词 你要去做刚强的人 我们不是自己可以做刚强的人 我们自己要对抗撒旦的话 那下场很悲惨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主 我们可以倚靠 我们有他的大能大力 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刚强的人 但是你自己要想做刚强的人 你今天自己想要去做一些犯一些淫烂 贪小便宜 贪乱 做误会的事情 当你自己这样想的时候 那主也没有办法拦住你 你就去做 主告诉我们 我们这种教会 我们有弟兄姐妹互相帮助 但是 最后怎么样做选择 还是你自己 而且在这里讲说 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军装哪里来的 军装哪里来的 军装是神所赐的 我们自己造不出来的 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想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抵挡筹 没有 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有没有军装 我们后面就会介绍 一个一个介绍 这些神所赐的军装 军装都已经赐下来 但是 是谁要去穿戴的 是我们要穿戴 我们要自己去穿戴 而且我们穿戴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保护我们弟兄姐妹 你今天如果说 你是依靠别人保护 你是依靠牧师 牧师给你属灵的遮盖 你的弟兄姐妹 你在教会礼的时候 弟兄姐妹帮助你 为你祷告 这些都是有的 但是 这些保护不是随时的 不是随时 不是24小时随着你 不是 你今天在教会礼的时候 是的 也许 当祷告正在进行当中 他们保护你 但是 当你离开 你到一个情况 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底下 你今天走到一个什么地方 走一走 看到一个色情广告 红灯区 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 谁保护你 谁保护你 你唯有当你把自己的军装穿戴在身上的时候 你才能保护你自己 而且 你 你 你现在 你可能不是说你们家里种最小的 你可能变成你家里的属灵遮改 你可能是丈夫 丈夫是一家的头 要为这个全家做家庭祭坛 做这种保护 你可能是这个妈妈 妈妈也要为你的子女做保护 但是我们今天 如果说你要保护别人的时候 你首先你自己要先能够保护好你自己 你能够自己穿戴起属灵军装 你才能帮助别人穿戴上他的属灵军装 对不对 就好像这个 坐飞机的时候 常常空中小姐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空中我们机舱施压的时候 然后飞机就会这样 天上上面就会掉下氧气面罩 如果你是跟那个孩童同行的话呢 你要自己先戴上氧气面罩 然后再帮你同行的孩童戴上氧气面罩 有没有 对 空中小姐都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呢 我们首先要自己要戴上氧气面罩 否则的话 可能在一分钟以内 甚至更快二十秒以内 你可能就失去知觉了 你如果失去知觉 你就不能帮你的孩童戴上氧气面罩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家长的 作为一个家中 不要说家长 或者说是比较大人的 你要帮助这些幼小的 依靠你的孩童的时候 你首先你就要自己先 你要自己先保护自己 你在教会中 如果你已经做到这个长老级的 一样你要自己能保护好自己 你保护好自己 才能帮下面的小羊 提供保护 否则如果你不保护好自己呢 你今天在这个没有保护的情况下 你被魔鬼鬼迹所害了 那你的跌倒会动摇下面所有小羊的信心 就像我们前面讲 牧师如果犯奸淫的话 那教会呢 很可怜 可能这个时候教会 当牧人被挤羊群就四散 这都是我们今天做教会 我们今天做牧者 我们要特别谨记在心 我们自己却一定 我们自己在传讲 属灵军装的人 我们自己更要穿起好 穿戴好属灵军装 免得被这个魔鬼的轨迹所成 这个属灵征战是真实的 是真实 是真的存在的 我们今天学了很多教训 看体 你说你看了圣经 你听了讲道 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真的有 我们所知道就是说 这个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 它在真实在我们周围的发生 那今天你作为基督徒 不是说 不是说就自动得到神的保护 不是说就自动得到神的保护 我们今天做的基督徒 不是说就自动得到神的保护 而是说 我们今天就成为 魔鬼有价值的这个战略 战利品 他就想要来攻击我们 我们就要能够 更要能够拿起 神所赐的属灵军装 军装已经赐下来 我们要拿起属灵的军装 我们要抵挡仇敌 我们就要认清 有仇敌的存在 当我们灵醒过来 我们知道这个世上 我们所属的是神 我们的仇敌是魔鬼 那魔鬼就拿我们当外人 那些世人呢 因为他不认识魔鬼的存在 他被魔鬼所控制 魔鬼不拿他们当外人 魔鬼说你是我的自己人 他用自己人的时候呢 他不需要去攻击他们 因为他已经为他们所控制了 为魔鬼所控制了 所以魔鬼不会特别的攻击那些 就让你自己在那边败坏就好了 但是我们呢 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会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 所以当基督徒啊 你不要想说 我当基督徒就完全没事 只要我信了耶稣基督 我就有四周 有天使天军围绕着我们 有盾牌环绕着我们 是有这种祷告存在 神经上也有这些话存在 话存在没错 但是我们今天更要做的是 我们要自己穿起属灵的军装 我们不但要能保护自己 还要能保护别人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使命 那今天我想今天我们讲到可能要短一点 因为你看 我的声音已经开始很不好了 那我想今天我们讲到就在这里 今天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前面 把这个八九节所讲的 我们再提醒各位一下 今天已经开始讲了属灵的军装 那属灵的军装究竟有什么呢 我们从在后面十三节 从下一次开始 我们会跟大家逐一的介绍 什么是属灵的军装 但是我们今天误要认清一点 这个世界 也许今天外头仍然阳光普照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是幽暗的 在这个世界上掌权的是魔鬼 它是属灵器的 在灵里面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灵里面的敌人 我们不能用一般的刀啊枪啊 去抵抗那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军装 而且这个是属灵的军装 用属灵的军装能够抵挡属灵的敌人 那这些军装是已经神所赐下的 但是我们自己要去愿意穿戴起来 我们自己要去愿意去做刚强的人 我们就可以抵挡所有魔鬼的攻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天讲到的就到这里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人会 天赋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感谢主赞美主 愿上帝赐福你们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